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又開咪了 我們這次第五集 到了七姐妹星人的宇宙教室 Hello,Vincent Hello,你好,Esta 你今天很紅啊,很搶眼啊 是不是燈來搶一下我的 你那邊什麼天氣啊? 我在這裡很熱,很熱,很熱 我們香港今天也很熱 不知為什麼,現在天氣很暖 是啊,我都要開冷氣,今天很熱 而且早點還是有點冷 不行,我要拿走一個枯筍 這個枯筍弄我,這個枯筍很熱 所以拿走了才好 好了,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做人的意義 做人的意義,賺錢,吃飯,找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賣屋,這些就是做人意義 地球就是 好了,其實我們早幾集就講了《靈魂的誕生》EP3 然後就是《靈魂的進化》EP4 好了,靈魂到現在我們變成人了 已經做了這麼久的人了 其實做人有什麼意義呢? 為什麼我們要被做呢? 做人的意義呢?是呢 一直進化自己的意識 而這個進化自己的意識 靈魂的意識呢?是做人的意義來的 要怎樣才可以進化自己的靈性的意識呢? 主要來說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學習了 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真相 我們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辨別真、假的 另外,辨別真、假的 也都可以用我們的靈魂去辨別真、假的 當你想知道宇宙的答案 或者一件事做不做的事情 你可以問你自己的 inner self 你自己的靈魂去幫你去 determine 這件事究竟是真、假的 你可以用一個打坐的形式 撇除自己的觀念、宗教 或者是偏見 用一個忠肯和平常心去看一件事 當你observe 那件事 用一個第三者去看這件事的時候 不要給任何對和錯 或者給一個意識 用你的心去想這件事 你的靈魂就會告訴你 究竟這件事是真還是假的 而當你用一個很清淨 很第三者的眼光去看一件事 如果你沒有任何偏見 你的靈魂會給你一個 signal 這件事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而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都有這個功能 而這個功能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而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是撇除幾件 以及你的觀念 以及你的宗教 或者是家庭 或者是政治的枷鎖 如果你看一件事 看一件事 看一件事 as it is 不可以加 不可以減 而用你的靈魂 去給你一個 signal 究竟這件事是真還是假的 你的靈魂會給一個 signal 如果是對的 它會很舒服的 如果不對的話 會有一些不妥 或者是覺得不對路的 signal 出來的 那這個 signal 嚴重者 甚至乎是大病 小病 就是這樣 哈哈哈 可以的 那這個靈魂的 signal 是可以給你 在一個 hunt 去 determine 那件事 對還是錯的 問你自己 是很多時候 你會找到自己的答案 所以 我們的靈魂 是可以幫我們去辨別真假 如果我們肯聽 我們的靈魂的感覺 是一個很重要 人類要學的 找到對還是錯的方法 當然 我們還在未來 很容易找到其他的方法 找對還是錯 但當你沒有這樣的方法 就是問你內心 不要有偏見 它會十成九 都指向你一個正確的路向 所以也要 包括 包括 會有沒有 有沒有人會是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的將來 剛才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聊了一點點 是嗎 其實我們的將來 是定了沒有呢 有些人就說 其實 過去和將來已經定了 已經是 我們的靈魂 會好像這個 Institata那樣 去到第五圍道 然後 然後 到底定了沒有呢 我們的未來 集體 八成已經定了 但是 還有一兩成 是我們 可以有能力 去改 如果是定了的話 普通來說 譬如有 預知未來的人 看將來 他們很多時候 譬如有些高僧 道士 或者有修煉的人 有能力 看到未來 一個月 或者兩個月 或者三個月內 發生什麼事 但那個人 那個有悼行的人 每一天都看那件事 發覺那件事 是一直一直在變化的 而變化的程度 是一直一直 每一天是變少少 變少少 變少少 甚至 走走走 幾個星期之後 可能變了另外一個畫面 完全之前的畫面 完全看不回 那 因為 那十幾二十個巴仙 就是 那個人的 因素 是一直 是一直 將一些未來的事情 去變 那 你見到一年後的事情 但是你每一天 去再看一年後的事情 都一直是在變成的 但是變的方法 大致是沒得變的 但是小的東西 是很多變數的 你有沒有註定這件事 有些 人 每個人 都有一個 free view 去改變 他的 將來 但是可以改變的程度 是不大的 就是 框框 就差不多 是這樣出現 但是每個人 仍然是 他自己的能力 是可以改少少少少少少少 但是 如果一堆好 一大堆人 去determine 去改 去改的東西 就是可以很快的 但是 很多時候 都是每一個人 想改 但一個人的力量 是有限 是改不了未來的 是改不了未來的 但除非 去 去喚醒了很多很多人 一起改 這樣就可以改更多一些 因為呢 這個世界有90億人 而每一個人呢 的改支是90億萬分之一 90億分之一 你變成可以改的東西 是非常之有限的 但是 如果你 喚醒了很多很多人 一起去改這件事呢 去改的幅度 就會多很多了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所以呢 每個人呢 都要盡他的力量 去找到真相 而真相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 為什麼這麼多電影 會說 一些人呢 為了要尋根究底 去知道真相 是不惜 就是差點名也沒有啊 然後 然後呢 跌下來的那些 都是為了要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 真相 是不可以假手於人的 是要每一個人呢 都用他自己的能力呢 去尋找真相 如果你肯自己尋找真相呢 這個真相呢 才是 關你事 和 退帖撤理的 而別人告訴你真相呢 是未必是準的 所以每一個人呢 一生呢 都用他自己的能力 去尋找真相 而這些真相呢 你當你累積足夠的真相的知識呢 你就可以把這些知識呢 具為幾用 因為真的相之後 你拿到的東西是真的知識來的 如果是假的呢 你拿的是假的知識 是沒有用的 就是這些知識 不是真的 那你讀多少書都沒有用的 你的書如果是假的知識的話 那就是白讀 但是呢 是虧讀 還有呢 會搞亂了你那個 整體的知識系統 就是呢 譬如呢 每個人呢 都學了很多東西 但每一樣東西 可能是真 可能是假 可能是半真半假 那你呢 那你呢 做人的意義呢 是每一世人呢 去將你自己的 真的知識 保存 和expand上去 將那些假的知識 呢 就淘汰去 將半真半假的知識呢 就抽屍 變成全真的 就是100%真為止 那麼呢 他一路一路 accumulate 就是累積這些真的知識呢 你當你accumulate 累積這些真的知識呢 累積夠的時候呢 你的智慧呢 就可以一路一路 一路的增長下去的 那麼 智慧 主要的路線 那些來源 是些累積的 真的知識 當你明白到 真的知識 累積 足夠的 裡頭 你就在 知識裡頭 呢 找到 一個pattern 一個 道理出來 當你找到 這些道理和pattern出來 這些就變成 你本身的智慧 而這些智慧呢 是可以 在你的知識的 層面裡頭 一路一路地累積 所以說 智慧一定要由 累積的 真的知識裡頭 去尋找 那麼 智慧 是要慢慢慢慢去 累積 和 儲蓄上去的 那麼 這個 而智慧 是非常之 重要的 多數的人呢 是以很多年的 經驗 很多年的 知識 去中間 找到 做人的 智慧 而智慧 不是讀出來的 是要分析 你有的 知識裡頭 才可以累積 足夠的智慧 所以 智慧 對於人類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你剛才說 進化自己的意識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 學習真相 第二個是什麼 你說了沒有 學習真相 然後 由真相裡頭 累積 真的知識 由真 其實已經說了 但是如果有些人 譬如說 他的 即是說 我不是不知道 這個智慧 或者這個真理是什麼 但是為名為利的話 OK 我就去你家裡搶去你的眼 不要緊 你為名也好 為你也好 為我也好 你都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那這些東西 當然 這些 真相 知識 和智慧 它是applied 到所有的層面裡頭 包括 你去做人 你去 去 去搵食 你去處事 你去人和人的 相處 這些事情 都是要 你一直累積 而去 去 去 expand 累積 expand 和去處理 那 每個人 去做任何事情 都需要這些 知識 智慧 和真相 去 accuminate 而做人 我的問題是 如果我刻意地去 去不體諒 然後 然後 我就 為名為你 這樣 然後我就做很多 作奸犯科的事情 那當然我就升不到 是不是 這個是升不到 但是 在七子每星人的 那個 那個 宇宙觀裏面 靈魂有沒有坐牢 這件事 會不會落地獄 靈魂走 有沒有這件事 普通來說 如果 我們七子每星人 就被地球人 是 要他們 給了創造者的法則 給地球人 而 也都 將創造者的十二屆 再重新演繹一次 那這創造者十二屆 呢 就 基本上 是聖經的 摩西的十屆 再加多兩屆上去 那這十二屆 基本上 就叫你們 不要說謊 不要 不要 貪念 不要 做些 不好的事 尊敬你父母 不要殺人 不要做些傷天害你的事 其實很簡單的事 而當個人呢 去做些傷天害你的事 或者說謊 或者那些不好的事 它呢 就 變成了 就是 停止 進化 因為你執著這些東西的話 你是進化不了的 變成你的進化程度 就是 就算你很有錢也好 或者很有名利也好 你進化程度 是非常 停止了 因為你一路一路呢 去破壞這十二屆 破壞這個創造者法則 變成你靈性呢 是沒有得進化 還有呢 停滯不前的 那其實呢 在七字每星人說 不進化已經是一個相當大的懲罰 就是全世界人進化 你不進化 你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懲罰 來的 但是我們進化 需不需要全人類一起進化呢 還是說我自己在修行 應該照樣是 五個人是不同的事 是不是 蘇迪有很多的高僧大德 或者有些 真的他願意去修行的人 他會去另外一個空間 像佛陀 或者耶穌這樣 他 我聽不到你說 有些疾疾的 不過呢 每一個人呢 就是修行那時候 也不會去過第二個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說去第二個空間 是不是 不是 你的問題是什麼 不是 比如說馬雅人 有人說馬雅人其實是 他們全體集體揚升一起升 但是其實修行的東西 有沒有 是逐個人的事 還是整個民族 整個人類 全人類 九十億人的事 修行呢 是每一個人 自己 自我修行的 是不可以集體一起修行的 而集體呢 是要每一個人 獨自自自身去修行 而呢 就不可以說集體聲音 是要逐個人 可以自己 可以修行 而這件事呢 就是很像我們的南傳佛教 上座部佛教 是自我修行的意思 而自我修行呢 也都是最 在地球上 自我修行呢 是最接近 the law of creation 即不是一起集體修行 是自我修行的 每一個人呢 是對自己負責任 是自舉自覺地 自我修行的 這個呢 也都是我們想帶出來的 而不可以集體揚升 或者是集體修行的 是自我修行 逐個逐個 用自己努力去修行的 那那些姊妹星人 他們的體系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啊 有沒有落地獄這家東西呢 地獄是不存在的 也都是天堂 也都不存在的 地獄和天藏呢 都是宗教呢 去創造出來的 那這個世界 沒有天堂 也都沒有地獄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死了之後 是不會上天堂 也都不會地獄 只是下世再投胎 再回來的 完全呢 而那投胎的法則呢 不僅是對人類的 是所有的物種 包括呢 一花一草 每種的動物啊 野獸啊 飛禽啊 魚類啊 鯨魚啊 大笨獎 每一隻動物呢 都是呢 要不斷地輪迴 再去自我去進化的 而這個也是一個創造者的法則來的 嗯 我記得你有一次講過的嘛 其實那些動物呢 他們是 其實他們會不會升呢 因為譬如說 在佛教來講呢 那些動物是 又可以六度輪迴的嘛 是不是 那些動物是 有些動物會肯修行呢 就可以譬如說 一些白蛇 六度輪迴這個概念是錯誤的 每一個人呢 去修行呢 都會 就是每一世呢 翻回來呢 輪迴呢 都是做回人類的 因為每個人的 human spirit呢 是有一段的size 的 他是完全呢 沒有可能呢 去投胎 去一個不同品種的動物上高的 而所以那些動物呢 也都沒有 都沒有可能呢 去呢 突然間一世呢 即是投胎呢 是做人類的 也都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的靈魂呢 他的能量是非常之低 是沒有辦法呢 入到人類的腦袋裡頭的 所以呢 就只是呢 每一個人 每一世 去了一生 過完一生 去了一世 跟著呢 休息完呢 再回來來輪迴 做為人類 是周而熟返的 完全是不會去到其他的生物 其他地方的 而其他生物呢 都是一樣 他們呢 死了之後呢 再輪迴 譬如一條魚 死了之後呢 下一世回來 也都是做一條魚 但是呢 他上世學過的東西呢 就在下世呢 就會 他的經驗呢 就拿回來 變成一條 聰明一點的魚 就是這樣 但是他不是生生細小的一條魚呢 那你進化論的那些說 我們全人類其實 那個祖先都是科斗 都是魚 那樣 然後由魚變成鱷魚 鱷魚爬上岸 說我們所有的品種 的原始 最原始的形式 都是魚的先 那這個講法 所有的品種呢 都是呢 由單細胞的生物呢 演變出來的 那在那個演變呢 大自然的進化過程裡頭呢 是一直這樣演變 演變 演變到去呢 有 譬如是由 由單細胞生物 變成複細胞的生物 那到海綿 或者是軟殼的生物 海藻 珊瑚這些生物 跟著呢 就進化到去呢 就是那些微生物啊 還有呢 魚類啊 爬蟲類啊 兩棲類啊 跟著呢 就去到鳥類啊 還有呢 暴雨類 而暴雨類是最後 在這幾百萬 就是這幾百萬 才出現的 那這些 那這些動物呢 就一路演變呢 到去到呢 暴雨類 就 失去 就是 猿人啊 猴子啊 還有呢 就是 猩猩 那 eventually 一支呢 就變成人類了 那人類呢 是最高 演化的生物來的 那麼呢 而去到那裡呢 我們 是最高級的動物的靈魂呢 就是最高級動物的靈魂呢 是人類的 human spirit的靈魂 那麼呢 它有人類出現的時候呢 那我創造者呢 就會誕生 一些新的人類的human spirit 而人類的human spirit呢 就一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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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類的進步呢 一路 stay on的了 直至到呢 這些human spirit呢 變了去另外一個品種的生物為止 那麼呢 我們在上一集也都講了呢 人類的靈魂 一路變化呢 由原始人呢 去到呢 農耕和狩獵社會的部落的人呢 去到現代的人類呢 再去到呢 很advanced的 有達很多 我們叫做 很高靈性修行的人類呢 跟著呢 就去到呢 人類那個軀體呢 已經是沒有用了 就開始呢 進化到去半人半物質的生命體 eventually呢 連那個物質都沒有了 變成全 就是我們叫做 fully spiritual 的東西了 那麼他們那時候呢 已經不可以講人類的了 人類去到呢 半物質 半 半物質和半能類的生命體的時候呢 已經不可以稱為人類的了 已經進化了呢 是另一種的品種來的了 而這種 進化呢 在大自然間是非常之普遍的 半人半物質啊 I mean 有嗎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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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大概呢 人類呢 進化了大概 五千二百萬年 至五千六百萬年呢 就開始呢 由一個很 advanced 的 human being 就變成一個呢 半物質和半能量的個體 而呢 他個人呢 已經是不需要呢 他可以用他的 spiritual power呢 去 power 自己了 他已經不需要呼吸空氣啊 吃飯啊 和喝東西了 他身體的機能呢 就一路一路的衰退 那呢 eventually呢 他身體呢 就開始呢 就退化了 就開始變半透明的身體 你越變越透明 eventually呢 就退化了 德灣呢 是一團能量 和有一點點物質 eventually 那些物質都不見了 那麼 從那一刻開始呢 我已經不稱為人類的了 已經去了另外一個 status了 那也不會死的啦 因為如果身體沒有了的話 是啊 德灣的靈魂在這裏 德灣人類的靈魂呢 就是它 original的靈魂 變成了人類的靈魂呢 還剩下 Eventually的靈魂呢 就 merge 為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宇宙的 大意識的一個部分 那麼呢 就已經呢 他已經不可以叫他自己是人類的了 他已經是脫離 進化了 beyond了 人類的境界了 那等於呢 當這條魚 這條魚 嘗試由海裡頭呢 去爬上去地面 初初呢 這條魚還可以呼吸的 但當這條魚演變到 去爬蟲類的時候呢 它已經不是一條魚來的了 它是一個爬蟲類的動物來的了 所以呢 當一種物種 去經過很多很多年的演變 演變了去 去了脫離去之前的物種的形態呢 它已經變成一個新的物種了 譬如條恐龍那樣 開始飛 開始學飛 跟著飛飛一下 變成鳥仔 它已經不是恐龍來的了 變成一隻是鳥類來的了 那一樣 這條魚 當它爬上陸地的時候 爬爬一下 變成它做兩棲類的話 它已經不是一條魚了 同一個道理 我想問問你呢 這個 現在七姐妹星人 只有文字來講呢 都有13億人 13個billion的year 對不對 是 是 它有13億的年 是的 是 但是我們地球人呢 其實就只有 這個 一萬年左右 一萬年嗎 可以 一萬年 現在的地球人 大概是有 一萬三千多年的歷史左右 現在的地球人 然後要去到 你剛才說去到 你有一集 你講說去到 這個八百幾萬年 到1200年 那就是很久很久了 八百幾萬至千幾萬年 是由圓人呢 是由圓人那時候算起的 就是說呢 它呢 由 類圓人呢 開始進化 那大概由 類圓人呢 進化到去 農間社會的時間呢 是用了四百萬年的 由呢 由呢 去到農間社會的 原始人呢 去到 狩獵和 他懂得 種植的時間呢 也都用了四百幾萬年的 這樣呢 才是去到 我們現在 這個時代 去到 八百萬至千二百年 是的 但是 又說一萬年 一萬年是指什麼呢 就是最近這一萬年這樣 你不要緊 你現在想起來 我們下一集再慢慢回答吧 好吧 說到這裡了 拜拜 拜拜